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金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伦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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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酸铁是在组织炎疗法 Dr. Schussler的组织炎疗法 伦酸铁是其中一个经常用的 救急的纤维炎 在处理初期的发烧的症状 伦酸铁的位置是可以围在 比较上强壮一些的烏头 Econite 和丁茄 Beladonna 比较香菌 以及比较虚弱的 软弱的Gelsimium 缺照的 2种烤剂之间 一种比较热的 一种比较常烈、慢烈的、强的、实力性的发烧 就是用硬头的、白布 丁茄 另外一种状态 kuin比较虚弱的、弱的、弱的 緩慢的Josemium 這兩類療劑之間 但典型的鱗酸鐵療劑的人 不是屬於一些很強壯 血氣方剛那類型的人 而是一種比較神經緊張 很敏感 有少少介乎於敏感 但就有些虛熱 有時候臉色比較紅 但其實不是血氣方剛的人 很容易泛紅 很容易臉紅 這個療劑 鱗酸鐵 曾經有幾位醫生 用一些神經痛 在右眼上方的神經痛 而早上起床就很差 這種療劑的神經痛 鱗酸鐵過去是成功治療過的 鱗酸鐵流血的問題 通常它的血都比較鮮紅色 都是鮮紅色的 但是流血的人 通常體質是比較虛弱 比較蒼白 有些是可以說屬於貧血型的人 多些 可以這樣說 可以應用在所有炎症的初期階段 就是任何問題的初期 所以在纖維炎裏面 我們叫它一種叫急救炎 就是對任何的發炎 尤其是初期的發炎 這個是很好用的 或者是因為充血性的流血 可能因為剛剛撞傷了 撞雨了 扭傷了 這個也會幫助消除一些充血性的痛症 所以任何的病的初期 就算是創傷性的初期 都是可以用的 好了 這種的痛 通常是跟血有關的痛症 通常就是 動動會更加差 動肤就會比較舒服 OK 我們血裏面的鐵 通常是肌肉裏面的鐵 通常都是一種鱗酸型的鐵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補血方面 我們會採用鱗酸鐵的療劑 這個療劑通常是 比較適合一些人 比較 我們叫做 蒼白一點 爆發種種蒼白型的人 就不是很健碩 很壯健的人 就算你遇到一些症狀 譬如血鐵過多症 英文叫做Homochromatosis Hemochromatosis 這種情況 我都可以用這個 當然 跟療法有另一個療劑是鐵 即是本身的鐵 金屬鐵 可以這樣說 這個跟金屬鐵 都是很相似的 比較相似的 有時候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替用 你試過某一隻 如果不行 譬如你試過金屬鐵 處理問題不行 然後你可以試一下 淪酸鐵 淪酸鐵可以說 是對付一些 沒有特別症狀的喉嚨痛 或者傷風 這是首選的療劑 當你遇到一個小朋友 有發病初期 你可以第一件事 先給它療劑 因為當你的症狀 不是很明顯的時候 是早期的發燒 早期的發炎 這個Ferrin Force 淪酸鐵 是一個主要的療劑 尤其當你裝了發燒 但又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之下的發燒 即是說不出 總之是發燒 無意無故 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現這些 很多病毒性的發燒 是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那你就可以想這個療劑 好了 當然 對處理流血 或者鼻血 甚至乎是子宮頸流血 這個都可以考慮用這個療劑 通常它的血是鮮紅色 他亦都喜歡飲凍液 這個跟鱗型一樣 鱗型的人都是 喜歡飲凍水 鮮紅色的血 很多時候我們會先試用鱗這個療劑 鱗這個療劑 鱗這個療劑在這方面是特別 比較上出名一點 很多人才用鱗 鱗就煮了血 但跟著體質亦都很虛弱 你可以用鱗酸鐵 鱗酸鐵 是作為一種補藥 是處理出血之後的問題 現在有些人 都很多時候 就中用輸血這個問題 這個方法處理過很多的病 我們覺得 輸血其實都有危險 因為輸血會引進捐血人身體的問題 或是體質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用這個 和療法的鱗酸鐵 或者加一些定物滴注的補充劑 可以避免輸血這些方法 即是說任何的情況 單獨的燒沒有什麼特別正常的問題 可以用這個 另外一個正問題 就是暈 暈倒 有些人見到血便會暈 有些人有虛弱的暈 或者有些人是因為急性發炎之後 他人很累 這個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可以補充劑 對嬸仔和任何人都可以 它也可以應用在耳朵痛 即是你只是發現它是紅的 有紅紅痛痛 但不是痛得很厲害 你知道它發炎了 可以用這個療劑 或者一些 毫無特別正常的喉嚨痛 或者嬸仔有少少傷風 有少少疲累 即是你覺得它好像病了 那你就想想可以用這個療劑 鱗鐵的療劑和我曾經所說 從鐵金屬的療劑很相似 亦都和另外一個療劑 大家可能都會學到的 就是白頭翁 大家這方面都很相似 因為它們都是喜歡新鮮空氣 好像白頭翁 也喜歡新鮮空氣 亦都不口乾 喜歡是一個慢慢地移動 行路會好些 在一個焗的空氣差的 熱的房間會不會那麼舒服 這些都是大家共有的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這幾個療劑 這個療劑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急救療劑 常用的療劑 大家可以在家庭避了 纖維炎 即是Ferm Force 輪酸鐵6X 或者是一般的30C 200C 都可以避在家庭 因為這個基本上可以說 是最有機會用的 一個同類療法療劑和纖維炎 OK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